如果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生产真的这么重要的话 我相信中国大陆它一定是处心几率 要让这个地方受到伤害 所以这个推演的假设不无可能 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 是不是全球经济会瘫痪呢 我们取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例来看 今天台湾这些晶片 其实基本上都无法供应中国大陆 对不对 那说到能够买到的 大概别的国家它也可以供应到 那大陆经济有瘫痪吗 没有瘫痪 那如果大陆经济这么大一个地方 它不因为拿不到台湾的这些半导体的产品而瘫痪 那么其他国家怎么会瘫痪呢 大概了不起是美国可能会 全世界对台湾晶片需求的依赖 最大的就是美国 一旦台湾晶片停止生产了 伤害最大也是美国 这远比乌克兰要重要得多 所以就美国而言是如此 但是对其他国家而言呢 就不见得 所以美国在看待台湾台海的这个危机 在看待乌克兰危机的时候 我想它可能会把台海看得比较重要一点 问题就是美国到底会不会出手 派兵到国外去跟一个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强权 第二大军事强权去对抗 这个可能它是要深思的 尤其在台海周围 它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对抗力量 俄罗说到这个欧洲之间 它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天然气的这个送送管线 这个管线呢 其实已经把欧洲非常需要的这一部分 都已经 大概就有些国家来说 大概占了一半以上 整个欧洲大概占了四成左右 这么大的一部分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供应 如果真的给它切断的话 你说要靠美国运这个液化瓦斯到欧洲去 那个那个量绝对是远远不能相比的 所以欧洲绝对会 这个突然陷入一个极大的危机当中 所以这件事情呢 其实一直是俄罗斯拿来威胁欧洲的一个把柄 尤其最近呢 它又做了一件事情 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这个惊讶 所以它现在跟中国在签一个三十年协议 天然瓦斯要卖给中国 所以可能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把它转移过去之后呢 它的经济受的这个伤害呢 会比较小一点 可是当俄罗斯这样大的一个供应国 它停止向其他国家供应瓦斯的时候呢 它就会使得全球的瓦斯都发生严重短缺 价格都会暴涨 所以它会连带的就会使得原油价格也会暴涨 甚至将来电价也会暴涨 所以这当然是造成通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力量 新美国安全中心他们进行了一个 所谓的战旗推演的研究报告里头提到说 如果是台湾三家半导体而发生的故障 他们的假定情况他们产的都是高端的晶片 而高端晶片就会提供像是智慧型手机 然后还有汽车军事设备这些用品 它的这个假设是说如果这个生产的停止是因为 在怀疑说是北京所谓的网路攻击造成的 所以会进而引发美中之间的两国之间的这个国际危机 那研究人员说这可能会使得全球经济陷入停滞 然后引发了军事对抗 这样子的推演的研究报告凸显出了台湾目前的晶片 在世界的一个还蛮重要的地位 那老师会认为说它这样子的推演是有可能会发生 还是有点夸大呢 首先就是如果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生产 真的这么重要的话 我相信中国大陆它一定是处心积虑 要让这个地方受到伤害 所以这个推演的假设不无可能 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是不是全球经济会瘫痪呢 我们取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例来看 今天台湾这些晶片其实基本上都无法供应中国大陆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能够买到的大概别的国家它也可以供应到 那大陆经济有瘫痪吗 没有瘫痪 那如果大陆经济这么大一个地方 它不因为拿不到台湾的这些半导体的产品而瘫痪 那么其他国家怎么会瘫痪呢 当然了不起是美国可能会不是瘫痪 就是美国可能在它的这个竞争地位上 会受到很大打击 因为它比中国大陆更依赖台湾的晶片 所以我觉得这个推演的结果呢 是把美国当成全世界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还相当的可能 因为像晶片的话 虽然提供了这么多重要 我们民生上会使用 或是军事上会使用 可是可能就是造成像现在晶片短缺 所引发的通膨 比较有可能 可是说要经济整个瘫痪 其实应该也不至于到这么严重 因为它的这些产品其实都不是说 我们缺少了之后就无法活下去的吗 就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 它必须要用到这样的晶片 它会受到这个影响 但是它绝对不是全部的产品 而这高端产品呢 通常大概都是在军事竞争上面要用的 所以我觉得双方的军事的这个竞争力量呢 可能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可能美国会受到比较大的打击 但是人们在家可能会问 这些晶片短缺 我看拜登有说啊 他们虽然在晶片的设计或是研发上面 处于领先的地位 但是他们的晶片在市占率上面 只有大概10% 而大概75%的生产都在所谓的东亚地区 就是台湾跟南韩 而且这75%当中的其中90% 都是台湾在生产的比较多 所以有些人说台湾的这个晶片的 占的市占率因为非常的高 而且很重要 认为台湾可能涉及的冲突 这样子的状况所衍生的地位 可能会比乌克兰还要重要 是这样子吗 对美国而言如此 我们刚刚说就是 全世界对台湾晶片需求的依赖 最大的就是美国 一旦台湾晶片停止生产了 伤害最大也是美国 这远比乌克兰要重要得多 所以就美国而言是如此 但是对其他国家而言呢 就不见得 所以美国在看待台湾台海的这个危机 在看待乌克兰危机的时候呢 我想他可能会把台海看得比较重要一点 因为乌克兰其实相较之下 是对欧洲比较重要 尤其是对于他们一些天然气的运输上面 所以应该说乌克兰的危机 对欧洲而言是最关键也最重要 可是对美国来讲的话 可能是台海的危机远胜于乌克兰 那我们可以说就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在台海的冲突上面 相较之下 美国就是出手的可能性会更高吗 跟乌克兰相比 我相信会比较高 问题就是 美国到底会不会出手 派兵到国外去跟一个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强权 第二大军事强权去对抗 这个可能他是要深思的 尤其在台海周围 他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对抗力量 美国远远不如中国大陆 因为他的距离太远 所以他要打的话 这场仗呢 不但很艰苦 而且可能不会获胜 所以美国到目前为止呢 大概他只能够用各种方式来吓阻 希望这个战争不会发生 但是真正要他派兵出来 我觉得这可能性的确不高 尤其经过这个阿富汗事件之后 大家都已经看清美国人的这个作风 美国人民大概也不太可能说 他们会像阿富汗一样派弄到军队去保护台湾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前途 台湾的命运呢 要由自己来决定 因为不太可能为了一个晶片的这个原因 因为晶片其实已经真的没有重要到说 会牵动到美国很很重要的是 例如说国际地位的危机 或者是他国内经济的危机 还没有到重要性到那么大的程度 所以他的考量绝对不会是因为晶片 而且除了台湾之外 南韩也在生产 日本也开始在生产 美国也有一些生产 所以如果真的是台湾不供应的话 他勉强靠这些国家来支撑 应该最紧急的危机是可以度过的 大家都一直很关切 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战火 到底会不会被点燃 因为整个欧洲天然气的这个运输来讲 其实这相当的重要 那最近这个有一些从卫星的图表 可以看得出来说 他们就是欧洲在天然气的运送方面 好像有打算改走海陆 因为他们目前的这个储备很紧缩了 就是非常的紧张 所以可以看得到他们那个所谓的运送的船 有快速增加的趋势 那从这些190EUR за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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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LNG 这些人看到了 在英国有更多的价值 那些在外国有更多的价值 而这些水平 我没有说我们只能够负负负负负负 这些是非常好词 每周六日晚上六点呢 除了在中天电视之外 也会在这个中天财经频道 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们从11月开始 有个马开小教室的单元 都是把观众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制作出来 放在中天财经频道里头播出 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哦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 这个最新的讯息的话 可以到中天财经频道里头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资讯 可是它再怎么增加 其实是不是也很有限 因为其实海运上面 在运输上的这个能量 其实还是远不如 这个陆路的运输 那是当然 因为它陆路是靠油管在运送 所以事实上要用这个海运来 这个来弥补陆运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就是 在那个俄罗输到这个欧洲之间 它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输送管线 这个管线呢 其实已经把欧洲非常需要的这一部分 都已经 大概就有些国家来说 大概占了一半以上 大概整个欧洲大概占了四成左右 这么大的一部分的 这个天然气的这个供应 如果真的给它切断的话 你说要靠美国运这个液化瓦斯 到欧洲去 所以那个量绝对是远远不能相比 所以欧洲绝对会 这个突然陷入一个极大的危机当中 所以这件事情呢 其实一直是俄罗斯拿来威胁欧洲的一个把柄 尤其最近呢 它又做了一件事情 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这个惊讶 它把一个天然瓦斯输送管道 就是从这个亚马到欧洲的这管道呢 它突然就把它停止了 这个管道呢 大概占了它输欧洲的这个天然瓦斯 大概六分之一左右 所以它没有任何的原因 也没有任何的事先的声明 它就突然就把它切断了 这个切断本身我相信是一个警告 让欧洲知道就是 它随时可以采取这种动作 而一旦它真正把它全部的这个运送都切断的话 那欧洲很可能是无法支撑下去的 因为我看前阵子 其实欧洲出一个报告 就是他们认为说 在天然气 尤其这些重要能源的 这个自我控制上面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国安危机 尤其是因为它部分 都操纵在俄罗斯的手上 它认为说 在这方面可能必须做一些 很大幅度的政策调整 海运其实看起来 它是一个很眼前 就是短暂减处 那它未来如果能够有一些 调整上的一些大的方针 然后降低了俄罗斯 就是对俄罗斯在天然气上面的 依赖性的话 其实是不是会进一步重创 俄罗斯的经济 因为我看它经济状况 其实不是很好 俄罗斯不但是一个欧洲的 这个天然瓦斯主要供应者 因为它价格非常便宜 那就是由于它前一段时间呢 它让这个天然瓦斯的供应呢 受到了阻碍 所以欧洲天然瓦斯已经占了非常非常多 那么为什么会美国的这个叶货瓦斯船会跑去欧洲去 去抢救他们呢 因为利润太高了 因为那个价格太高了 因为很多天然瓦斯呢 叶货瓦斯呢 过去都是卖给亚洲的 包括台湾在内 现在他们不卖给亚洲了 他们转到欧洲去 因为那个价格比台湾啊 比其他国家高太多了 所以欧洲事实上呢 如果它真要完全切断 对俄罗斯的这个瓦斯的依赖呢 它可能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而且即使付出很高的代价 是不是能够得到充分的这个供应呢 可能也很难讲 可是对于今天的欧洲来说呢 它如果不是用这些俄国来的这个天然瓦斯 它没有太多选项 大概唯一的选项就是用核能 但是像德国呢 它是坚决反对核能 所以德国对于这个俄罗斯的瓦斯的依赖 是更加的这个严重 所以德国在这次呢 这个恶乌冲突里面 它基本上它不太敢讲话 因此你可以看到就是 对欧洲来说呢 它等于是它的命脉被掐住了 所以它也没什么好选择的 对欧洲而言如果改走 走那个中国大陆 其实也是一个风险 也是一样的 对啊 因为其实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其实关系是比较紧密的 它要真是转换的话 第一个就是那个路线会更长 更崎岖 运送成本会更高 第二就是被掐在中国的这个手里 可能还要比掐在俄国手里 还要更糟糕 中国跟俄国目前看起来是俄国 它在国际上影响力比较弱 对 而中国大陆其实是更强大的 对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把那个欧洲 完全掐在手里面的话 那连美国都不能跟它对抗 因为像晶片 觉得是国安危机的一部分 虽然他们可以把厂 移到他们那边去盖 可是像天然瓦斯的部分 其实是牵涉了天然的能源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要盖或干嘛 可以这么快速的完成的 所以到最后呢 很可能就是如果真的 俄罗斯跟乌克兰真的发生冲突了 真的这个入侵了 可能欧洲会做事不管 这就是俄罗斯一直在用天然瓦斯在威胁它的原因 就是我不准你动手 也不准你反对 你就坐在旁边看着 就看着美国跟它对抗 因为如果欧洲它都不敢介入 北约组织等于是 没有办法发挥能力 但靠美国一个国家 大概要制止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这个天然气它最近可能开始不断的先改走海运来说的话 整个天然气的价格往上拉 就会连动带动很多能源价格往上拉 所以对于全球的通膨来讲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变数 对 那等于是如果是这个 欧洲他们现在越来越依赖 这个海运 而且是其他国家的天然瓦斯的话 那就表示像你刚刚所说的 他把俄罗斯这个陷入困境 而在俄罗斯陷入困境 他的瓦斯 这个迈不到欧洲的时候呢 他第一个当然会寻求其他国家来购买 它是正常的 在我们的情况下 我们的货工们也设计了很好的新冠军 提供了很多新冠军的军事件 我们在钢磁市里做了一个新冠军的军事件 我们在钢磁市里做了一个新军事件 在中国的新军事件 在红尼亚洲的新军事件 在红尼亚洲的新军事件 现在跟中国签一个30年协议 现在瓦斯要卖给中国 所以可能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它转移过去之后 它的新军受的伤害会比较小一点 可是当俄罗斯这样大的一个供应国 停止向其他国家供应瓦斯的时候 它就会使得全球的瓦斯都发生严重短缺 价格都会暴涨 所以它会连带的就会使得原油价格也会暴涨 甚至将来电价也会暴涨 所以这当然是造成通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力量 Baumolato-Gren 对你的左官方的栏26目 和中国的影子 对消责稳 肯定的能力 未来有收入太阳 多会变成的 美国的香港人 所以我們要觀察聯準會這個利率到底升高幅度有多少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變數 我們可能也要觀察說雖然他升息之後對於抑制通膨有效果 可是萬一在歐洲這邊的情勢狀況不好的時候 那個升息的幅度就可能會再更加大 因為他可能如果無法抑制通膨的話 所以一個比較這個我們說壞的情況就是 如果俄羅斯真正入侵沃克蘭 而美國也無法制止 也許這事情就告一段落 那俄羅斯就不會再對這個歐洲的瓦斯呢 進行任何的被格 那全球就會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觀眾說如果佔中國經濟30%的房地產垮了 出口也垮了 那中國經濟是不是也會垮了 那中國大陸的這個A股和港股是否有投資價值呢 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而且非常可怕的問題 所以我相信我們坐在這邊是旁觀者 你說當局者他們會什麼想法呢 尤其是這個像習近平他們 他看到這個局面他會怎麼想呢 我相信他們每天都是憂心忡忡 每天都在想辦法讓局面穩住 祖國一直牽掛著香港、澳門的繁榮穩定 只有核中共濟 共同努力 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 所以他才會在他這個元旦文革里講 就是穩這個問題 現在是非常大的一個難題 這個難題的出現是因為 他在過去養用疑患太久了 他讓這個房地產這個市場呢 在過去呢在放縱之下 讓他不斷的擴大 不斷的這個我們說往險路走 然後又跟地方政府勾結在一起 他多年來他不去管這個事情 不管的原因是因為 這是大陸經濟的支柱 你只要放任他 他繼續的發展 就可以支持這個半邊天 大陸經濟不會垮下來 但是這等於是在靠吸毒 靠吸鴉片來維持生命 其實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那今天呢他已經到了不得不處理的時候了 他一定要鑽石斷丸 所以大陸的房地產市場呢 他不會再興旺起來了 但是他們現在要做到什麼事情呢 他做到就是不會讓它垮掉 包括恒大在內 他都不會讓它垮掉 所以他們現在穩似當頭就是 他要讓它一定要穩在那個地方 只要穩在那個地方就好了 只要不垮掉就好了 在分類處置的前提下 那麼對於我們正常商品 住房的這個需求 那麼要全面滿足 對於房地產 這一個開發投資所需要的資金 建設所需要的資金 要進行正常的滿足 從而使這一個自助性的行業 具有良心的這一個自我循環功能 我相信大陸現在整個經濟局面 都在這樣做 所以像房地產如此 那它的出口呢 那出口目前表現還不錯 事實上它的經濟呢 過去這段時間 基本上靠出口才維持的 那如果去年不是出口成長了 百分之二十幾的話 它不會有百分之八點幾的 這個成長率 但是從它第三季第四季 一直往下掉來看 就表示連這個力量 大概也撐不住了 所以大陸現在呢 我們希望它能夠保持平安了 希望它的這個主政者呢 能夠有效地控制局面 不要讓它真的就出身而亂子 大概穩住可能是沒有問題了 就是穩在什麼地方 就是穩在百分之五啦 或者穩在百分之四點幾啦 就看穩在什麼地方 那只要穩住 那就是大喜事 就是大好消息 那至於它的股票呢 當然如果它的整個經濟 是在求穩的話 那股價市場不會有什麼 好的發展 它可能會是在 例如說有一些危機爆發的時候 往下跌 可是基本上它還是會在一個比較平穩的狀態 因為以中國大陸他們的政治體制來講 國家的介入力道跟控制力道是比較強的 對 房地產的部分啊 現在變成是他們地方政府的負債也很多嘛 那像如果他們要求穩的話 這些負債如果不斷的爆發 他們能夠有什麼控制力道去控制它嗎 像美國它可以印鈔啊 那像中國大陸呢 它可以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嗎 它現在降息啦 對 其實地方政府這個債務 我們以前說過就是 它跟像恒大這樣的這個爛建商 勾結在一起 他們一起去圈地皮 炒地皮 然後由地方政府借錢給它 去蓋房子 然後大家一起來分贈 這種事情你還做了多少年了 而在做這麼多年的過程當中呢 因為中央政府就放任不管 所以地方政府就靠這個東西在維持 所以地方政府的很多的收入 都是靠這個收入來維持的 那在恒大發生事情之後呢 中央政府就把這個權力收回去了 不讓地方政府再分這筆錢 所以它的債務才跑出來 它沒有錢可以還債了 那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呢 因為它是一個極權政府 所以中央政府不會讓地方政府 真的就垮掉 所以它最後呢 它一定會想辦法把它拉住 讓它穩住 垮是不會垮了 所以地方借應該也不會爆發了 只是它就拖在這個地方 看看慢慢的讓它化解掉 那像它現在喊出要保五 我看它的中科院也說 經濟成長率大概在五點多 然後他們不斷地放出這樣的訊息 會不會有點像是美國聯準會那樣子 他們也是不斷地先放出很多 目前的經濟狀況可能會有一些隱憂 可是大家不要擔心 還是會有在五的左右 所以大家會有預計心理想說 不會像過去經濟成長那麼好 然後不過還在可以小幅度發展的範圍 這個可能是因為現在這個政權呢 也許比較務實一點 所以它不太像過去那麼喜歡這個誇張粉飾 但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它想要粉飾 但是已經掩蓋不住了 問題太過於嚴重了 因為大陸的確過了三十年好日子 在它發展世界工廠那個階段 它其實它只要一睜開眼錢就掉下來了 它根本不要用心 所以用不著什麼粉飾 就每天反而就是兩位數成長 那現在的是世界工廠沒有了 它的這個人口紅 勞動紅利也消失了 人口老化越來越嚴重 所以它現在是百病重生 在這個時候它必須要進進業業 竭盡全力才能夠維持住穩 所以今天還能夠怎麼樣粉飾太平呢 所以它現在只是說 它希望就是它的人民跟它的政府 能夠共同努力穩住這個局面就行了 那人民做何感想呢 我想人民大概也是一樣 他們也希望能夠天下太平 能夠過一個安穩生活 所以也不可能就說 在這個時候持政府的後腿 所以就希望他們在上下一心的情況之下 真正把經濟穩住了 因為像它這次喊到保五 其實有更悲觀的預測說可能要保三 就是可能會只有三點多 可是從先進國家來講 我們其實覺得說三的經濟成長率就非常好 難道對中國大陸不是也是嗎 其實三也還不錯 三到五的話 以前它為什麼一直要保八呢 因為他們覺得就是大陸的社會不是那麼穩定 如果沒有一個漂亮的這個經濟成長率 讓大家都覺得他們大家都在賺錢 每天都有好日子 而且將來會越來越好 可能有些不安定的因素就會爆發出來 那現在呢 到了保五就表示 他連這個已經無法顧慮了 他只能竭盡全力去做 那以前呢 要保八保九 像那個在2009年的時候 這個次貸風暴 全世界都負成長 唯獨大陸經濟大幅度正成長 那是因為他大幅度的去從事各種無效率的公共建設 那這套呢 他們現在也不敢做了 因為那時候留下很嚴重的後果 到今天還在收拾 所以他如果真的想要仿效過去做法 他還是可以做的 就是只要修橋鋪路啊 蓋什麼大樓啊 什麼東西呢 他也可以搞出一個3% 4%的生長率 但是他今天呢 好像還沒有打算用這個最後的這個手段 因此我們也不需要擔心 他要保五的這個決心 如果有的話 他還是有些手段可以保住的 而且像他們過去 像老師剛剛說 他們就是用經濟成長的亮眼數據 然後讓民眾覺得說這樣的生活是非常的好 那我在想說是不是 像一般的先進國家 或者是我們不需要用到這樣子 是因為我們可以容忍社會運動 這樣子社會壓力的玄血出口是講嗎 而他們沒有嗎 不然其實我會覺得說那不都一樣嗎 為什麼他們一定要用經濟亮眼的數據 來維持住這個政權 的確是不一樣 就是在一個很安定的社會裡面呢 只要經濟還是穩定的 不是負的 大概情況就可以穩住 譬如說像日本 你看日本已經多年這個零成長 甚至負成長 他的年輕人現在已經學會最大的本事就是 怎麼樣能夠縮緊腰帶 還能夠過日子 結果他還是可以維持社會的穩定 就表示他整個這個社會已經成熟了 一般人呢 他都已經適應這個環境了 所以他不會有太大的這個不安分的舉動 但中國大陸不一樣 因為他從這個共產國家慢慢轉型出來 慢慢放掉他的這個集體的控制 他其實還是一個在摸索走向正常狀態的 這樣一個國家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他很多問題不論是政治啦 或者法律啦 或者經濟啦 都還潛伏在那裡 而且裡面有很多就是這個官僚在上下起手 所以這個情況呢 如果不能夠完全都回到正軌的話 他的經濟呢 必須要保持在一個 大家還能夠接受的成長率 這個社會呢 才比較容易維持安定 對啊 因為我們可以走上街頭 我覺得那是一個 一個人民的情緒的宣洩 可是其實中國大陸最怕這種事情 他們一直在壓制他 所以感覺那個很多 很多壓力就像門燒國 他是被抑制住的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就是 有觀眾問說 未來原物料黃金或加密貨幣 對經濟的影響或者是看法呢 未來的原物料 因為他現在這個 漲價的趨勢已經形成了 而這個形成呢 當然跟新冠疫情有關啦 跟塞港啦 跟缺貴啦都有關係 這些因素呢 應該會在疫情好轉 然後呢 疫情好轉 同時塞港問題也可能會緩和下來 那如果中美之間沒有再發生嚴重的對抗 那供應力呢 大概可以慢慢恢復正常運轉 但那個時候其實今天所看到的很多 有短缺的晶片啦 短缺的原料啊 甚至短缺的糧食呢 可能當的時候都慢慢解決了 所以那些本來就不是造成通膨的重要的原因 因為我們並沒有發生嚴重的一些事故 讓它的生產受到破壞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呢 慢慢可以 獲得改善 那據說黃金這個部分呢 黃金事實上是一個我們都知道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它在過去呢 純粹就是用來避嫌啦 用來保持啦 用來對抗通膨 而現在呢 我們看到的情況是 當通膨真的發生的時候呢 如果利率甚高 它就會吃很大的虧 因為它本身沒有收益 而且它本身呢 又有很大的一些缺陷 譬如說它的流動性的問題啊 或者它不是很容易就轉手啊 那麼現在呢 如果有別的資產呢 跟它同樣有這種保持的避嫌的功能 它的這個需求就會被搶走 而現在正好加密貨幣就扮演這個角色 所以加密貨幣現在快速成長 而且快速成長 就把一部分黃金當初的這個市場就奪走了 所以黃金事實上呢 現在它是雙面受敵 一面就是它的市場被加密貨幣搶走 一面是通膨可能會造成升起 可能會使得利率升高 而使它的這個沒有收益的事情呢 變成很大的一個損失 所以黃金的這個未來的這個走向呢 看起來是不太明確的 那像因為我看前陣子 其實在美國比較明確要升息之前 其實黃金的走勢是往上走的 所以代表說在通膨之下 而美國沒有緊縮貨幣政策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會覺得黃金是一個好的 抗通膨的工具 可是當美國真的要開始打壓通膨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比較強力的貨幣政策出來的時候 其實黃金的部分就大家會去刨搜它 認為它比較沒有辦法保值嘛 也沒有那個保值的必要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這個世界發生動亂 有嚴重的風險要出現 那個時候呢 黃金的需求就會變得比較大 所以不論是像疫情啦 或者像這個戰爭啦等等 都是促使大家去買黃金的原因 不過現在看起來就是 疫情經過這麼長的時間的發展 好像慢慢到了尾聲了 然後呢好像這個戰爭的威脅呢 像美中之間呢 在拜登上台之後呢 好像也不像川普那個時候 劍拔弩張 所以情況好像都在慢慢在緩和 在冷卻 所以對黃金這種避險功能呢 就沒有那麼大的需求 所以看起來黃金大概 不會有很好的這個價格了 那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的戰火呢 如果它真的打起來的話 黃金其實還是會往上漲的吧 我們剛剛說過 這個戰火如果打起來 就跟俄國當初入侵克里米亞一樣 打完就沒有了 那不會拖很久 除非美國說是 我要跑過去我要去懲罰俄國 我要派兵等等 我看美國他也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們剛剛說了 烏克蘭還沒有台灣重要 而且歐洲基本上不敢 不敢聲援它 所以我看如果現在打起來 就一下就結束了 然後這個世界呢 又恢復太平了 我們有很多 euphoria 那像加密貨幣的部分 像比特幣啊 他在美國升息縮表之後 他其實價格應該是會往下跌的吧 會 因為他也沒有利息 可是他會想說他的漲幅遠大於利息 會不會 他的跌幅也遠大於利息 他是一個非常高風險 對他非常非常高風險 所以他會有很多新鮮 再炒兩三四 沒人理他了 大家都麻痹 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加密貨幣呢 它的發展可能會慢慢隨著這個 它本身的改變 可能會有一些轉機 比如說大陸的數位人民幣出來了 或者說現在有很多這個加密貨幣 可以再轉變成這個穩定的加密貨幣 就是他把它的這個幣值 跟其他的這個商品連在一起 但這種穩定的加密貨幣呢 通常他受到的打擊不是市場的打擊 而是政府的打擊 政府不喜歡這個東西 他不喜歡這個東西真正發展起來 所以你看當初那個以前的臉書 現在的Meta 他當初改個Libra 那個就是大家最矚目的一個穩定貨幣 結果後來怎麼樣呢 沒有一個政府准許他發展 他自己就悄悄的就收回去了 後來改了個名字出來 還是沒有成功 又收掉了 所以除非是政府支持的穩定加密貨幣 大概是沒有前途的 可是像比特幣大家就會說 那是因為大家已經不把它當成是一個貨幣 而是一個投機的商品 那像當然中國大陸禁止買賣的話 對於它的價格抑制的效果 可是同樣的很多國家開始禁止挖礦的話 也會代表它的稀缺性會越少 可是它價格不是就會更高嗎 對啊 所以你說它現在如果還能維持這個價格 就是因為需求還是已經不是那麼強大了 因為如果是大家都禁掉挖礦的話 它的價格應該是直線上標的 但它沒有直線上標還起起落落就表示 它的需求其實沒有我們想像那麼強 但是它已經可以成了氣候了 所以有很多年輕人喜歡玩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喜歡玩 所以它才有需求 才有市場才有價值 尤其如果美國聯準會升息 然後貨幣緊縮的時候 就是那個熱錢市場上的熱錢 其實更少的時候 它就是更少有資金會投到這個市場裡去炒作 對 我看這只是一個時代的偶然 應該不需要多久它慢慢就消失了 真的嗎 對 我還想說因為它的稀有性 所以大家可能還是會想要去持有它 它到底是一個用錢買的東西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把它買來 然後就這個放在你家的櫥櫃上 當稀有的這個商品的話 你覺得有這個價值嗎 更何況它是一個就是摸不著的東西 去我飄渺的東西 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 請您支持中天監督的力量 記得把下面這一段工商服務影片看完喔 現在疫情其實呢 讓大家還是有點擔心 不管你是在家裡頭 有客人來或者是你外出用餐 好現在可以看到像是這個呢 是我們的水神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這樣子噴是蠻方便的 那如果說你是個人防疫啊 環境防疫 整個環境整個空氣一次搞定 如果是做生意的話 可能這個營業場所比較大 客人進行出出 或者像是一些幼兒園啦 安親班啦 餐飲店等等等等 好工廠學校銀行等等 甚至教會宮廟需要長時間 你倒保持一個消毒的狀態 所以你的防疫用量當然也會比較大 這個時候我們提供給大家 推進給您看到這一台就是 能夠及時補充抗進液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那麼這一台的水神生成機呢 讓防疫變得更方便更安心 它大概就是一個飲水機的大小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前面這一台 那你放在桌上啦 放在店面放在家裡 其實都不會太佔空間 而且三分鐘可以生成有4公升的水神 那麼一瓶的電解液呢 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 完全讓你能夠應援客人 員工整個空氣的需求 比買單瓶更方便 同時也更加的實用 結果日本教授直接家裡頭 就裝了這一台的機器 當成日常的清潔液 不傷害環境 而且一天你用200次都沒有問題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環保 那所以呢水神幫助大家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保護客人 保護商機 現在如果你要購買 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是有獨家的好康 好一樣趕快掃描我們的快點購 如果你是在青春期間來下單購買水神的生成機 我們加送價值5960元的水神霧化器 就在旁邊可以看到這台霧化器 非常有質感 這個白色的一個設計 還有電解液四平 數量有限 請大家要買要快 居家防疫超級好幫手 快上網搜尋快點購 訂購旺旺水神生成機 或撥打客服電話 0800-660-608 中天觀眾獨家享有好康優惠喔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另外享有折價優惠喔 謝謝您看完中天工商 有您的支持 我們監督的力量不會消失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中天全球震驚週報的小林 那今天要特別提醒大家一個消息 就是每周日晚間六點 那知名經濟學家馬凱教授 來上我們的節目 為大家解析全世界的總體經濟趨勢 但是也因為它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 沒想到有人呢 就盜用馬凱教授的照片 在LINE的裡頭 開了名叫做 馬凱線上課堂加這樣子的社群 那裡頭呢 竟然在分析台股的一些個股的走勢 那這個消息 馬凱教授知道之後呢 是相當的訝異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LINE上面開過課 所以有任何人用我的名義來開課 那是一種欺騙行為 那是對我的誤蔑 也是對觀眾的一種詐騙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應該唾棄這樣的行為 應該完全不要受它的誘惑 應該只要有機會就加以譴責 那馬凱教授在8月16號下午的1點多 也正視到台北市內湖分局報案了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震驚週報 是中天財經頻道製作的節目 每週六日晚上6點呢 除了在中天電視之外 也會在這個中天財經頻道 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們從11月開始 有個馬凱小教室的單元 都是把觀眾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製作出來 放在中天財經頻道裡頭播出 只有在這裡才看得到喔 而如果大家想要掌握這個最新的訊息的話 可以到中天財經頻道裡頭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資訊 臺灣如果不拿定度這個一二月的這個情況 作為一個營建的話 我覺得臺灣真的需要擔心 因為現在新店這麼短削 而他的工資也可能不是很高甚至更低 市場也許還夠大 也許臺灣就到那邊去了 不過我個人是傾向於的是 從今年到明年 發生通膨的壓力是不斷的在增大 知名經濟學家馬凱教授在中天 美國十年級工戰 他的職業上升的時候 最先倒楣的就是一些科技股 美國的印太戰略 其實它越來越明顯告訴你 我就是要取代一來一來 風險高了就盡量不要碰它 比如說房市風險很高 股市風險很高 你盡量不要碰它 他們說這次犧牲的這個立場 看起來有很明顯的 拜登的這個色彩 掌握全球脈動 世界總體經濟趨勢 國際區域情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正經周到 字幕提供 怎麼不說 在中天 nadziej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